《亚非欧交际》 《亚非欧交际》 从碎首到年终 耶和华神的眼目常常眷顾着地 同时它也是战火纷飞的暴风眼 它是全世界焦点 这里是牛奶与蜜的地方 也是浸透了血和泪的地方 2019年10月2日 我来到了这里 在这个以石头建立的城市中 几千年的历史就埋藏在城墙下 一万在石凤间 不知是因岁月使石头凤凰 还是石头因历史而沉住 走进旧厂的城门 就仿佛这身中世界 这里的房子没有任何的粉刷种石 也没有植物点缀 街道旁只有几棵乌棱林林的橄榄树 无数迷宫般古老的香道 从茫茫的远处延伸到脚下 神秘而永远 沧桑可厚重 没有色彩 却是耶路撒冷独特的色彩 我们称这种乳黄色的石头 为耶路撒冷的石头 地中海蓝天的照射 给这座城市披上了一份不可美 这里自助统一 取不担有 素雅 取药 神秽 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有故事 每一步阶梯都是历史 惨醒在这里 如同走在石头的碎盘中 黄昏间不知空在一处 在每一个转弯处 每一圣弯处的西河之间 你被带入了风筹很久的记忆中 被带入圣经中的故事 犹太文明是人类最早的文明之一 在半个月的走岛中 在圣经的经文中 在每天的祷告中和行程中 我们到处都能发现 历史的遗传密码 圣殿山所在的地方 是以色列人的始祖亚伯拉罕 在这里向上帝献以萨的地方 公元前1010年 大魏的儿子所罗门共有20万人 再次修建圣殿 建成后的圣殿 随为非凡 号称第一圣殿 随奉摩西 在西南山领受十届的约会 就放在第一圣殿里 因为战火屡次摧毁 现在上下 就只有这一堵墙 比以立不倒 据说西班牙旦 埃斯科里亚修罗院的设计 是取材索罗门网的圣殿设计 牛洞晚年也花费了不少时间 研究他们的圣殿 是否找出了这套 对于一个历经苦难的犹太民族来说 西墙就是他们所有的记忆 和全会的寄托 它是犹太民族的心灵故乡 它是现实 更有唯一的链接 以完整的圣殿 更能凝聚着这个民族 几千年的岁月沧桑 所有的历史都会渐渐淡去 然而这一段残墙 承载了全部的历史 精神 文化价值 这是一段十九里高 五十里长的高下 根据犹太传说 罗马人烧毁城池之前 有六位天使 趴在城墙上哭起 大颗大颗的泪水流进了石缝 使这面大厦心灵不倒 千百年来 每天从早到晚 无数虔诚的犹太人来到这里 手握经书 低一声哭泣 默默祈祷 西墙还有一个令人心碎的名字 空墙 举书来自世界各个国家 寄给上帝的信 耶路撒冷邮局的邮递员 都会带到西墙 塞进墙里学风中 因为人们相信 西墙离胜已很近 1981年 空墙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圣经说 耶路撒冷区上帝的产业 是大军之城 大家看图片上 有很多陵墓碑 这里的陵墓价格贵得惊人 因为这里躺着很多 等候弥赛亚的人 在这里 我们也参观了 先知的地下墓地 看守人执米尔 给我们介绍了一些 先知墓学的故事 执米尔已经57岁了 从十多岁就在这里守护 执米尔经常听先知们说话 所讲的语言是他不懂的 在一个物语洪流的时代 他放弃了世俗的长空 默默地看守了先知洞穴 一生之久 我们被他深深地感动 同行的一位姊妹 在异乡中 看见了先驱 撒加利亚 他一边看 一边分享 腿不停地发抖 武城的最高建筑 是大魏塔 在公元前十一世纪 大魏在这里建立了以色列王 大家应该很熟悉大飞王 他儿子索罗门王 把这里变成了一座 名副其实的工程 公元前717至698年 游道五西西家 在城市里 修建了一条重要的地下水道 把水从城外淋入城内 使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 能生存下去 并与外面的敌人对抗 我们花了半个多小时 才走完地下水道 在稳辖中 耶路撒冷老城 只剩下了轮廓 枯墙也逐渐模糊 整个圣城弥漫着 祥和与宁静 大魏塔晚上的灯光秀 使我们通过信贷投影 和音响技术 感受耶路撒冷三千年历史的 沧桑巨变 大魏塔上的钟楼 在深蓝色的夜空下 格外的明亮 湿漉漉的石板路 深向小巷深处 乳黄色的耶路撒冷时 在月色中 更添几分冷漠 晚风起来 我每天在这个时间出来散步 夜幕中 我仿佛漫步在中世纪 体会圣城的沧桑 心里充满了满足和感恩 夜色笼罩下的耶路撒冷 平凡地向世界上 任何一座小城 猛人发觉 烛光为朝圣者照亮 也许世界上 再没有什么地方 能像这里一样 能让人感觉 离上帝如此之近 清晰地感受 圣灵触摸心灵时代 那种颤灵 一路撒冷的魅力 不在于几千年来 推到重建的建筑 而在于几千年来 朝圣的人潮 当你拥抱这块土地 没送这圣经经文 来到一路撒冷 找到了与经文中的人物 地点依依对应的遗迹 心里会生疼起 怎样的感动呢 在约旦河的漂流中 我们回想到 这一条河 经历了太多的神迹 在加拜龙谷会堂 摸着会堂的大柱子 我们感受到每一块石头 都听过耶稣的教导 在拿撒勒村 我们有一个 对圣经有特别亮光的导游 给我们在榨橄榄油的地方 讲解了榨橄榄油 与耶稣的生命 被压榨 就是三次 一次都不能减少 三次的被压榨的生命 最后可以点灯 还可以点灯这个世界 在加拜龙 看到了南无王的秘密 在南无王的阵 上天山 在巴黎的地方 生物教堂 是整个耶路撒冷中心的中心 是全世界基督教朝圣的最拥挤的地方 耶稣在这里完成了阿爸父的旨意 圣墓教堂是耶稣古路的终点 这里是耶稣死后复活的地方 其巨大的古罗马长方形建筑 使整个教堂显得庄重松木 统和穷的应用 使大跨度的建筑空间成为客人 穷顶唯一的影术顶光 使教堂变得凝重而深邃 一下子联想到 这是与天堂交界的地方 几七年来不同的教派 已将整个教堂 修成一个巨大的教堂群 不仅仅是在地面 地下更是大的惊人 目前由六家不同教派的教会 共同拥有和管理这个生意 在一进大门的大厅里 是曾经安放耶稣遗体的高游石 两千多年来 这块石头已经被朝圣的圣徒 摸得光滑有亮 当我打开手机时 谷歌地图显示 这是宇宙的中心 听得到 这里是耶稣安藏复活的地方 也是宇宙的圣徒 是宇宙的地方 圣徒的天堂 是宇宙的在宇宙 世界若有十分美 九分在耶路撒冷 我想应该是这样吧 而这美是精神 是灵魂 是信仰 我们团的队员 好多人 都是每年到耶路撒冷的代导者 这里是属灵的家园 由阿爸天父的呼唤 如果你只是一名游客 为寻求心灵安宁而来 请放下世俗的偏见 安静地投入到这个千年圣城 体会究竟是你穿越了时空来这里 还是耶路撒冷的圣者 穿越时空遇见了你 为你设计了你生命中 这一次的神兽之旅 Amazing grace 我心里有用工oe的 我心里有用工具 不然是不也很碍能